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今次監察委員會 就工黨收取捐款的事件 他們作出的結論就是 投訴不成立 我們希望這樣的結論 可以有助於 釋除公眾的質疑 但我重新一件事 工黨在處理整個捐款程序裏面 行政上是不謹慎的 我們當時都是自協 我們覺得其實 希望公眾 是接受我們 當時的自協 主要我們都覺得 今次委員會的結論 是希望可以有助於 釋除公眾的質疑 對 政府的議員會 做出公眾的決定 公眾的質疑 對方不正確 所以我希望這個結論可以幫助 適宜 即是英文突然間 適宜 去清除所有錯誤 可以清除錯誤 再來一次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 這個計劃不正確定 我們希望整個提供 為募集團 現在可以清除 由我們的結論 當然我們已經說 在整個計劃 我們並沒有太過分 我們已經對不起 我們還要再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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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意思 您跟先生說 您和先生 有機會 解決 您 要請 公司 要請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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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地說罷罷是不正確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視乎 委員會的結論 所以問題特別是有欠謹慎 以及會產生了一些利息 那些又如何計劃? 第一,有欠謹慎 之前我都說過了 我們覺得整件事本身 我們如果是可以謹慎處理 譬如說當時不想將捐款 準備轉去綠色公社的戶口 而立即轉去工黨的戶口 當然是比較謹慎的做法 但當時沒有那麼謹慎的做法 我們就只是致列 但我們重新一件事 捐款本身是給工黨的 而關於利息方面 一方面就是整個委員會的過程裏面 是沒有問到我關於利息這方面的問題 但有些建制派的議員在評論那裏有評論過 但大家都知道工黨是將捐款 是托管在我的戶口裏面 這個是我和工黨之間的討論 而整個過程裏面 可能大家都明白 當時是一個很低息的環境 到現在其實也是 根本利息是很少的數目 所以工黨根本不會去想 和你去討論到底利息如何處理 因為根本是太小的數目 但它多小到怎樣呢? 我想我這方面不需要回答 大家去看當時的息口 大家都知道 我想這是一個很公眾 大家有戶口的人都知道 息口是多低 最後那個利息我知道很少 但那些建制派都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我和工黨之間 如果工黨不去和我談 利息問題 也不需要去談 因為這是工黨委託我的戶口 根本整件事本身是無關係的 亦何況工黨和我的戶口 根本是大家都不需要討論 我可以補充一點 工黨是黨齡一個新的政黨 大家黨員在創黨 尤其是創黨那批 大家的互相信任是很足夠 所以我們從來都是對李卓人很信任 但是我們因為黨齡新 收大額捐款的經驗亦都少 所以我們在處理方面 是有不足的地方 經一事掌一致 我們已經進行了內部的討論 我希望往後 當我們再有相同事件的時候 是會處理得完善 比以前好 其實出現這件這樣的事 可不可以自己需要 怎樣去承擔一些責任 或者你怎樣去問責整件事 我已經自協了 我覺得整個程序不得謹慎 我是自協的 是否認為這樣已經是足夠的 等於我說不得謹慎 是自協 我覺得其實我們最緊要是 工黨是關注一些公眾利益的問題 還有就是 我其實是投資的3分3 是因為技術性 沒有問題 是技術性覺得你沒有問題 不是真正是沒有問題 你覺得是沒有問題 機制是說沒有問題 是因為技術性 沒有問題 機制是很清楚 結論是投訴不成立 其實可不可以說清楚 那個利息的數額有多小 但公眾會決定 其實是否公黨 和你現在都要用制度最多的問題 我想大家公眾都很清楚 似乎的利息是多小的 事實是我們公黨真的沒有討論過 我們是沒有… 問題是… 問題是… 大家要想一件事 很清楚 工黨是托將捐款委託在我戶口 這是工黨和我之間的一個關題 如果工黨和我之間 大家都覺得不需要討論 就不需要討論 如果你說多少都應該討論 我們是沒有討論到 事實是沒有討論到 我不可以說我們有討論 也覺得不值得討論 當然是因為 所以大家… 這些是事實的事 我想說回來 那這個利息 你隨時有沒有 警察入民黨用過 這是我工黨和我之間 我們都說沒有討論過 問題是否是 這些黨討論的事 幾天 沒有協議 沒有協議 我們都沒有討論過 怎麼協議 問題是你以後 你發言 是否沒有提及 沒有 沒有 不是 總之就是整件事裏面 都沒有討論過 亦都覺得不需要討論 為甚麼 我們事實是沒有討論過 按照議員來說 是否有個規定 是收到任何一件事 沒有 總之有要投資報 不是的 沒有的 就是議員那些是很清楚 申報制度不是說 你收到一元就要報的 很清楚的 那個規矩是規管議員 個人收取的利益 但是這次是工黨的捐款 但是其實事件不爆發 之前都不知道 都是個人 但是工黨 不是 很清楚是工黨 我們自己知道 由頭號尾事件有沒有爆發 都是工黨收受捐款 這個是很清楚的 其實大家要在這麼低息的環境去 所以我們工黨是沒有討論過 就沒有討論過 但是我事實上是沒有討論的 這個問題 是 大家可以這麼說 但是問題呢 我只是說回事實 事實就是我們沒有討論 為甚麼沒有討論呢 因為根本是小到微不足 是大家都不覺得值得討論 譬如我請你喝杯茶 那我用不著和你討論 我是請你喝杯茶 但是你作為一個公事人 現在你收入去 你是不是為了關鍵你 你覺得有些問題 你是不是要辛苦你了 我最終要寫你的名字 那你想寫你的名字 他擺放了一個月之日 我們是傳媒的結法 你們幾天才說 不是 總之我講回剛才的事實 就是工黨和我個人之間 關於利息那裡 是沒有討論 也說得不值得討論 也不需要討論 因為數碼是很少 也是整個委員會 也沒有問我 怎樣去處理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他們會拿回利息出來說 其實是否… 還有在委員會裡面的一些建制派的懷孕 其實都不是很相信 就是說那個捐款是直接被公黨 因為其實你們是在傳媒揭發了之後 然後才去再提交一些證明 就說他們有多少錢 其實是捐被公黨的 就不是整個分別的 就是你怎樣賠回這些分別 他們覺得那一期 如果你查一下都是這樣的 永遠所有申報制度 或者議事公司的申報制度 那個制度都當成不存的 就是你之後交出這些證明就對了 那個委員會很清楚結論是投訴不成立 就是我很難去回應每一個委員 他們的想法 但是整個委員會是投訴不成的 但會不會覺得這次是因為機制的問題 所以令到這次可以逃脫了呢 我覺得現在的機制就是拿來去監察 而機制監察了之後是投訴不成了 你會不會覺得這次很驚訝 因為只要政府主席 就是他們的位置一調轉 其實要他們的投票意向 就怎樣實施 其實是 就是在機制上是… 不是 早知道這個結論是機制上 是結論是投訴不成立 就是我不可以太多假設 假設個政府主席倒轉了 或者如果我又假設 這個又假設那樣是沒有意思的 早知道結論很清楚是投訴不成立 但是如果香港的公眾交代 你覺得其實在這件事上 是不是好像有些… 我整年多的時間 我由頭到尾都跟公眾交代 我一來咪兜說 或者整件事我講了都不知道多少次了 所以我覺得我是坦蕩蕩地 是告訴這些市民 到底整件事的經過是怎樣 亦都很清楚交代了整件事 由第一天開始到今天 委員會有個結論到為止 其實我經常都是交代整件事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中文字幕——YK